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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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 人的耳朵是否像嬰兒的倒影 耳朵6cm,是全身的視窗 如果用音測按摩耳朵,對我們是很大益處 耳朵有七條神經,也會經過耳朵 有很多神經線,可以使用音測按摩耳朵 慢慢按,逐一拍,先沿著邊,再按摩耳朵 再按摩耳朵 慢慢按摩耳朵就等於全身按摩耳朵 這是我們的頭部 這是我們的脊骨 慢慢按摩耳朵 由內而內 慢慢按摩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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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些痛的位置 可能是一些健康疾病的反射位置 你可以在這裏停耳朵 再按摩耳朵 前面做完之後,可以按摩耳朵 後面 有七百多個月位 包括有些很隨致的開心月 聰明月 都可以在我們的耳朵上按摩耳朵 令我們更加開心 除了按摩耳朵 我們可以用尖頭 按摩耳朵 例如神門 很多朋友做月位的 一定會先按神門 神入的門口 這是非常重要的 接著要按摩耳朵 需要的反射點來按摩耳朵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我幫A婆婆做二月 首先要先烤 先按摩耳朵 按摩耳朵 按摩耳朵 慢慢慢慢慢慢 按摩耳朵 然後放出一層 內分泌是有問題的 可以關閉耳朵 知道耳朵有什麼問題 最後可以抖一抖 後面也要 例如後面可以抖一抖 慢慢地 逐層逐層 按壓 按壓之前要洗乾淨消毒的水晶 一層一層 其實自己都可以做得到 剛才提及的神門 在Y字的R位 按壓一下 用尖頭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當然 如果你想要做其他位置 例如腦部比較弱 內分泌 小腦等反射區 做一做 好 另外我教大家的方法 就是用來充電 什麼是充電 大家也有手機 很多朋友也有 手機多貴 多裝置 多先進 如果沒有電 都是沒用的 人體一樣 雖然我們很健康 但我們時不時也要充電 怎樣充電 我們有個方法是很好的 我們也是用 136.1 我們在手指 在手指甲邊 按 你可以敲一下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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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